本期内容如下,Deepseek推理模型横空出世,竟在某些基准上击败了OpenAI的OE。 OpenAI智能体Operator即将发布,能否让AI真正接管你的电脑? 英国政府推出AI助手汉弗莱,是要减少官僚主义。 特朗普上任即废除拜登AI监管令,美国AI政策将何去何从? Cloud将支持双向语音对话,带来更自然的人机交互。 谷歌被曝,上已军出售AI工具,引发巨大争议。 美国启动5000亿美元星际之门计划,重塑全球AI格局。 闭面,本期将介绍如何基于三段论强化模型推理,让AI的思考更严谨。 你想了解的AI大事件,尽在本期AIA闭面。 Dipsick发布最新推理模型O2E,声称该模型在某些基准上击败了OpenAI的O1。 作为推理模型,和普通大语言模型相比更擅长自我纠错,在数理逻辑等领域结果也更可靠。 O2E模型的参数高达6710亿,不过同时也推出多个精简版,小到15亿参数,在笔记本上也可以刨起来。 API价格比O1便宜90%到95%,更低的成本,更强的性能。 在中美AI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Dipsick R1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国产AI正在迅速举起呢? OpenAI的AI智能体Operator可能即将发布。 该产品被认为是一种智能代理系统,能自主处理各种任务,比如编写代码,预定机票,甚至直接操控你的电脑。 泄露信息显示,MacOS版ChatGPT客户端已包含ToggleOperator和FoursquadeOperator的快捷键选项。 OpenAI官网也出现了Operator的相关代码。 性能方面,Operator在模拟电脑环境的基准测试中得分略高于Enterpec的同类模型,但在某些任务中,离人类水平还有差距。 例如,创建比特币钱包的成功率仅为10%, 看来距离AI全面接管电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如此,AI智能体的市场潜力巨大,预计2030年将达数百亿美元。 未来的AI智能体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呢? 英国政府打造专为公务员设计的AI助手。 这个代号为汉弗莱的AI计划,目标直指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削减官僚主义。 汉弗莱主要被用来简化公务员日程工作和处理海量数据。 更具体来说,包括快速总结咨询反馈,塑缆议会辩论,会议纪要自动生成,辅助政策文件撰写,以及法律数据检索等等。 英国还将进一步把AI应用于公共服务前端,优化数据共享。 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技术每年的开销约为230亿英镑,但却能为政府每年节省450亿英镑。 不过专家也有诸多疑虑,比如数据隐私如何保障? AI决策是否靠谱?跨部门协作能否顺利进行? 大家觉得可以用AI取代掉一部分公务员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首日,就废除了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 这项命令的本意是防范AI带来的各种风险,要求AI公司在发布产品前,都需要进行各种安全测试并向政府报告。 而现在,特朗普团队上来就大手一挥,直接取消。 这些联邦层面的监管全都没了。 特朗普政府认为,拜登这套监管属于过度干预,之前的监管束缚了AI创新,还可能泄露商业机密。 特朗普早在竞选时期就声称,要搞自由的AI发展。 这向美国AI监管政策直接180度大转弯。 但问题是,虽然联邦层面放开监管,可各州自己的法规还在生效,缺乏统一性。 一旦联邦和州里对着干,那么企业要听谁的? 你支持加强AI监管还是放开呢? Cloud即将实现双向盈对话。 Anthropec CEO Dario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透露,Cloud即将迎来重大更新,更强大更智能的AI模型也在紧锣密鼓开发中。 Cloud将不再是单向接受用户指令,而会像真人一样和你对话。 更厉害的是,他还将具备记忆功能,记住你的偏好,理解上下文,让对话更连贯深入。 Dario同时透露,过去一年,特别是最近三个月,市场对Cloud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用户涌入远超预期,甚至给Anthropec的算力带来了巨大挑战。 当下AI巨头竞争已经进入白肉化阶段,Anthropec也已经融资超过百亿美金, 但在高昂的研发和算力成本下,仍然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和OpenAI相比,你更看好Anthropec吗? 最先报告揭露,谷歌在以哈冲突升级后,加速向以色列国防部提供先进AI工具。 内部文件显示,谷歌云部门积极响应以军需求,提升其平台使用权限, 甚至与亚马逊竞争,力求拿下更多合作。 其实,早在去年上半年,谷歌就曾因Nimbus项目引发了内部抗议, 分优技术被用于军事用途,可能损害巴勒斯坦人权益。 数十名谷歌工程师拒绝开发并被解雇。 谷歌声称,Nimbus并不涉及敏感军事用途。 但文件表明,实际合作仍在进一步推进。 以色列军方寻求利用谷歌Gemini AI技术开发文档和音频处理助手。 以色列官员此前也曾暗示,Nimbus云服务在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如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开始执行, 巴以真能握手言和吗? 高达500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AI基建项目启动。 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亲自站台。 软银、OpenAI、甲骨文三大巨头联手, 正式宣布启动代号为星际之门的计划。 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美国本土构建多个巨型AI数据中心。 目前首个数据中心选址德州, 占地面积庞大,用电量惊人。 OpenAI自研AI芯片也在路上或将入驻这些数据中心。 除了顺利升级,据说还能创造数十万就业岗位, 强化美国AI领导地位, 保障国家安全, 重振美国工业。 微软、英伟达等科技巨头也将深度参与, 或将重塑全球AI格局。 想当年的星球大战计划可是把苏联给忽悠瘸了。 至于这次的新闻计划能否成为第二个星战计划,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我们聊一篇强化大语言模型推理方式的论文。 要知道,我们人类解决复杂问题时, 离不开严谨的逻辑推理。 就像侦探破案一样,根据线索一步步推导出真相。 而大语言模型在知识推理方面仍然存在一个挑战, 就是它们并不能像人类一样进行严丝合缝的演绎推理。 即使使用了像思维恋这样的技巧, AI的推理过程还是缺乏严谨性,容易出错。 因为基于思维恋的推理并不是严格的演绎推理。 所以,引导大语言模型进行演绎推理, 应该可以增强推理过程的严谨性,减少幻觉, 并最终提高复杂任务的性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框架, 叫做SRFOT, 全称是Sylogistic Reasoning Framework of Thought, 也就是三段论推理思维框架。 该框架的灵感来源于人类最基础的逻辑推理形式, 三段论。 想必大家都学过, 三段论由大前提、 小前提和结论组成。 比如, 所有人都会死是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是小前提, 那么苏格拉底会死就是结论, 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推理过程。 SRFOT框架的核心思想, 就是引导大语言模型像人类一样, 使用三段论来进行知识推理。 它将复杂的推理任务分解为五个步骤。 第一, 问题解释, 让AEA先理解问题的核心, 确定解题思路。 第二, 主要前提生成, 基于问题, 找到一个通用的, 正确的知识规则, 作为推理的大前提。 第三, 次要前提问题提出, 为了应用大前提, AEA会主动提问, 寻找连接大前提和具体问题的桥梁。 第四, 次要前提生成, AEA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得到具体的小前提。 第五, 三段论推理。 最后, AEA利用大前提和小前提, 进行严谨的三段论推理, 得出最终答案。 研究人员在多个知识推理数据集上, 对SRFOT框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验证。 结果表明, SRFOT相比传统的撕链方法, 推理过程更加严谨, 更不容易出错。 在像Science QA这样的科学问答数据集上, SRFOT取得了显著的性能提升。 这说明, 引导模型进行更严谨的逻辑推理, 是提升模型知识应用能力的关键。 总之, SRFOT框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模仿人类的思考方式, 或许是构建更强大, 更可靠人工智能的关键一步。 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感兴趣,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